82. 香港經濟日報 韓企英軍隨推彈性公事 2015年7月14日國際動態A24 本報信 越來越多國家推行彈性公事 南韓有企業養員工每日、三或六個月轉一次更表 英軍已讓女兵分享工作,兼職及採用彈性公事 新西蘭更修例讓僱員可要求彈性安排 英軍在女兵平衡家庭職業在南韓 韓國產業聯盟鼓勵會員公司推行彈性上班時間 最近對其下30間大企進行調查 其中15間表示,最少一間子公司實施彈性上班時間 當中包括南韓三星及樂天 大部分受訪公司養員工每日、三或六個月轉一次更表 其中六間允許非生產部員工實行彈性上班時間 另外五間允許辦公室員工及研究員彈性上班 亦有三間公司表示,會陽需要照顧小孩的員工彈性上班 紐修例僱員可要求彈性上班英軍計劃讓女兵以分享工作 兼職及彈性公事認識,平衡家庭與職業責任 預計於今年九月實行 但有關措施不適用於正執行軍事任務或部署出動的女兵 英軍指揮官卡特Nicholas Carter表示,計劃令軍隊成為現代僱主 目前女兵緊佔英軍的8.9% 卡特希望五年內可以增至15% 新西蘭以修例,僱員可要求彈性安排 不過有員工擔心影響試圖,不敢提出要求 大部分管理層也未有與員工商討有關事宜 或研究如何控制產出 大部分管理層也不達到 所謂的確立的故事 中間組合,尤其他網跟討議員可要求